音音訊報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其實唐琳萱目前為止是在 新營的這個人生廣播 我們知道在新營地區有一個新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1點到3點 讓大家來這個 倒町 很高興為你訪問到當中的一位主持人 我們房湘淳 湘淳妳好 妳好 哇 大家來倒町 湘淳本身 每個人都穿過面 我想請問湘淳 是什麼樣的點故呢 那妳會跟湘淳老師 一起在人生廣播電台 主持這個新的節目呢 你說這個民俗點故嘛 民俗點故我們當然在說啊 現在是什麼啦 是什麼樣的點故 妳跟老師來一起主持這個節目 我現在是說 跟湘淵劍 紅的媽媽 是那個媽媽頭 那也有一個民俗點故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妳是什麼樣的姻緣 有機會跟湘淳先生老師來主持這個廣播節目 因為我們有一次 我們做的去嘉義 公園一齣播仔戲 叫做傳奇 輪迴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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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播仔戲 因為剛才我們有那個演份啦 在那裡我們做的同台演出啦 湘淳先生老師她很親切 我們就在那邊聊天嘛 然後她就問我說 妳的歌詞戲演多久了 我說因為我是太久了啦 我也不是說做很久了啦 又是化了出去啦 但是也是這樣啦 還是還OK啦 因為歌詞戲是一種傳統續劇嘛 所以我剛剛說做發育很好啊 可以說讓你們心中樂 做給身邊看 做給聽觀眾朋友看 也是說帶給人快樂啊 所以對我來說 這是很高興的事情 是這樣吼 雖然這姻緣跟湯淳先生老師認識嘛 對 我們同台演出 我了解 我們知道 湯淳先生老師很棒喔 這樣吼 謝謝 演得不錯耶 真的很好 謝謝啦 那請問啊 我們這個節目的話就是 我們在人生廣播電台嘛 FM89.5 我們這個名字 聽說是妳好嗎 是呀 發育來道庭 當時是怎麼會取這樣的名字呢 當時是怎麼會取這樣的名字呢 嗯 然後聽到節目的人 都會大賺錢耶 是吼 是啊 哇 發育大家來道庭啊 賺錢都出貴名啊 對嗎 所以妳也才會想的 想的這個很可愛的 這個節目名稱嘛 是不是 對 還好 哎呀 真的 那我們知道呢 房香淳本身呢 以前也主持過不同的節目嘛 妳本身主持廣播有多久 我以前在台北部電台 這樣吼 還有台中那個 震聲廣播電台 哇 主持幾年了 主持幾年 主持 還有在網路電台主持一段時間啦 哇 所以才有經驗的吼 是吼 會問那邊 想請問啊 這個房小姐 就是說主持電台 讓妳這麼熱詞不比 為什麼 妳這麼喜歡來主持電台呢 因為 我知道 因為我有一個 很好的朋友 他們早前 他從十八歲就去電台主持節目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有做會嘛 他們做會 風格 風天 是 男女 發生 他就是我的早起男朋友 好 因為他做電台做很久了嘛 他從小年做到現在已經有四十年的經驗嘛 四十年的經驗 我以前已經在一起做會嘛 他們都會幾乎跟我主持結婚這樣啦 所以我就幾乎有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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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台北講頭就剛才有一個文山啊 他就叫我說我們晚上來做一個祝福 我說好啊 就去做一個台伯志啊 雲林村的十二點跟兩點 也是男女兩個人一起主持就對了 就是台伯明風風風風電台 就是那個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啦 我們不要說幾年啦 那是秘密啦 當然 年紀曝光 對啦 大家房鄉村喔 現在透過廣播你的聲音還是美妙動人啊 美妙動人真的 沒有啦 老師你不敢聽 你都跟我討論我很抱歉 其實老師你也很棒耶 謝謝 你是名嘴啊 我還要跟你多多學習 謝謝 其實對通訓老師來講也是真的挑戰 因為通訓老師呢 是英文學教授 不過呢 這一次呢 已經花費來到這裡 主要讓我們說明南語發音嘛 對不對 哇 所以很多台語喔 都要請我們房鄉村小姐 給我們指導一下啦 老師你很客氣啦 其實喔 人家不聽也要聽說 國語台語 那台語不太適合 那聽起來更有趣 這樣喔 真的 所以我們也再次謝謝 房鄉村小姐 接受記者湯麗圈的採訪 祝福我們這個節目 收聽長紅 聽有反天下 是啊 最後30秒 想要給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是透過網路播出的新聞 我們的觀眾朋友講什麼呢 30秒的時間 嗯 想要說什麼東西 嗯 還要再講什麼嗎 30秒時間 我先不要 因為我們時間快到了 好 快開播了嘛 對啊 快開播了快一點了 再講下去 到底遲到 是啦 不要給你這個老機也沒問題 謝謝 謝謝你 因為時間寶貴啦 當然 謝謝拜拜 因為我們邀請特別來賓啊 是啊 是啊 好拜拜